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地的图案 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圆是一个极富韵律的几何图案 也是中国人心目中崇尚的审美图腾 它代表了和谐与对称的视觉美 有着圆满和团圆的美好寓意 圆以不同的形式呈现于大自然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 仿佛巨型积木般的圆形图头 如同环形锁链般的壮美花田 犹如大地之眼一般的高山湖泊 一幅幅大地图案 为何呈现出极富韵律的圆形外貌 又会向世人传递出什么样的地理信息呢 本期节目中 设置组将跟随地理专家 前往福建省的龙岩市 探访一处圆形的建筑 了解闽西地区的地理特征和人居环境 在前往云南省趋境市的罗平县 寻找一片由无数个圆形环环相套而成的螺丝田 去探访人类如何利用特殊地貌 创造出圆形贴田的故事 最后来到四川省的李唐县 去探寻一个温然天成 色彩斑斓的格涅之眼 考察格涅山独特的地理环境 福建土楼 其具中国闽西南地区民间特色的各家民居建筑群 堪称中国传统建筑的瑰宝 其中离龙岩市区七十多千米的永定区 是福建土楼的代表区域 被誉为土楼之乡 这里的土楼如一串株链 如此规整的形状呢 在永定地区的山地间 黄土墙青瓦顶的土楼 星罗其步 以方形和圆形居多 而圆形土楼相比更加普遍 这是中国人骨子里对圆形的天然眷念 还是有着某些特殊的地理因素呢 为了找到为何要建筑成圆形土楼的原因 和了解其所在地的地理环境课程 地理中国设置组跟随专家 来到距离永定区 约四十千米的郭子东山山顶 首先对土楼所处 米西一带的山形地势进行考察 我们现在山顶上的海拔是 一千二百三十点五米 九小平 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 闽西地理研究专家 望着眼前的连绵山峰 九小平心中有了初步的推测 那个山就是非常著名的 我们把它叫博平岭 那它真正是闽南和闽西的分界线 也是地理的分水岭 远处最高的博平岭 俨然一道天然屏障 挡住了沿海台风 并与五一山南段 代茂山 南岭山脉 将闽西合围成一个 相对封闭的区域 从而为躲避战乱 南迁而来的各家仙人 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 繁衍生机之所 但战乱可避 野兽匪寇难堵 勤劳智慧的各家仙人们 不得不拒足而居 他们建起了外观庞大 兼顾耐工的土楼 以抵抗外侵 土楼只有一扇 透而重的大门 作为唯一出入口 加上高高的窗户 透视的墙机 大门一关 外来入侵的敌人 想进去也很难 但土楼的修建 只是为了应付野兽 和匪患的侵扰吗 又为何修筑成原形呢 在这种山区里头 不可能像平原那样 整个村落 一家一户 一个小事和日 黄汉民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原院长 首席总建筑师 黄汉民教授告诉记者 土楼之所以建造成原形 除了能够聚足而居 加强防卫能力 更主要的是 由于这里不同于平原地区的 多山地貌 门西地区 与平地较少 人们在此修建起省地且高 能容纳好几百人的土楼 同时 原形的土楼 没有方向上的区别 也更利于房间的分配 那土楼的结构和功能 如何适应它的原形布局 原形土楼里的生活 又是一番怎样的天地呢 设置组来到一座原形土楼进前 进行现场探访 城起楼 王者土楼 一座外观宏大 保存完好的原形土楼 无论规模还是面积 都可称为王者 楼主后人江恩庆 骄傲地对记者讲述 城起楼的辉煌故事 老人说 城起楼高四层 楼四圈 园中建圆 圈中套圈 环环相连 这在永定土楼中 只此一座 每一层楼都有特定功能 一楼是厨房 二楼是粮仓 三楼四楼是卧室 楼内共四环 每个圆都有一个环 楼内的环越多 居住的人也就越多 记者了解到 城起楼里最鼎盛时 居住的人口达到了八百多人 邻里之间亲近和睦 互帮互助 楼里的生活就像它的原型构造一样 圆满而温暖 记者在深深体会到了 土楼建造者的匠心独具之余 也不由地产生了好奇 这些土楼建造已有数百年之久 古人是依靠什么 让他们保持长久的坚固和稳定的呢 专家介绍说 这与土楼的土 有着莫大的关系 客家人采用一种特殊的生土 它吸收了当地花岗岩中 钾 磷 铝等成分 粘度和强度很高 生土经过七至十天的发酵 就开始夯强 其中一个绝活 就是夯强时加入墙谷 墙谷的牵拉可拉伸稳固墙体 就像现代建筑的钢筋一般坚固 福建土楼 作为原型建筑的典型代表 还出现在邮票和动画片里 成启楼入选1986年 我国发行的民居邮票 国产动漫电影《大鱼海棠》 也正是以壮阔的福建土楼为原型 成就了它令人难忘的 浓郁中国特色 古楼错落有致 与蓝天大地青山绿水和谐共生 人文建筑和自然景观融为一体 古老却充满生气 古人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 创造出来了巧夺天宫的原型土楼 从高功俯瞰 它就像大地之上的一处神奇的原型符号 闪烁着各家人大胆又别具一格的智慧光芒 那么除了圆形的土楼 在自然界中 类似这种奇妙的圆形图案 还会有哪些呢 环环相扣的圆形土楼 体现着古人的巧妙设计 而一处花海梯田 同样呈现出一层一层 环环相靠的圆形图案 考察组告别了福建省龙岩市的永定区 将往西行驶1700多千米的路程 前往云南省的罗平县 看访另外一种奇妙的圆形图案 罗斯田 从福建省前往云南省 考察组将图经 广东 广西 贵州 三个省区 一路上 队员们发现更多的圆形土楼 还有拥有千姿百态的屋顶的 太平碉楼 贵州吊脚楼等 充满古人智慧的民居建筑 沿途中 大家更是领域到 众多的自然媒体 不经被誉为岭南奇观的七星岩 壮美的大师围天坑群 跨过万峰环绕 陡峻幽深的马领河大峡谷 进入到云南境内 来到罗平县 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海 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一些油菜花田 几乎都呈现出圆形 一层套一层的逐渐扩大 就像巨人的神秘脚印 深陷在山谷间的大地上 远远看去 又像螺丝上一圈圈圆形的悬纹 所以被人们称作螺丝庭 在罗平县万亩花海当中 是什么自然伟丽 描绘出了这幅 由无数圆形环绕而成的 圆形图案 一星人走进螺丝庭 只见一圈一圈的油菜花田 宛如巨人踩在地面之后 留下的一连串奇异足印 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海 从山坡一直延伸到山顶 犹如一幅神奇壮美的画卷 在罗平县万亩油菜花海中 逆什么这处山谷里的油菜花 呈现出无数圆形环环相靠的景象 这时向导为队员们提供了一条信息 一个洼子一个洞 一个洼子里面有一个洞 原来在每一个圆形花田的中心 都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作地眼的地洞 无数的圆形图案正是围绕着一个个地眼构成 地眼会是解开圆形花田的关键所在吗 当考察组跟随向导进入花田 看到所谓的地眼时 却颇感失望 原来眼前的洞口过于狭小 人根本无法进入其中 那么在这些地眼之下 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它与罗斯田的出现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经过扩大范围寻找 考察组终于在临近罗斯田的一座山峰脚下 发现了一个洞口 刚进入洞口 队员们只能不服前进 只能这么着 趴着点 趴着点 继续前行的一百多米 终于来到了一个较为宽阔的空间 专家根据行进的方向推测 此时大家正处在罗斯田的下方 在这个洞厅里 大家发现石榫 石中乳等盐溶沉积物 附电机判断 罗斯田下方基本上都是由这种石灰岩构成 这时洞顶上一些特殊的沉积物 让专家发现了这个洞穴中的特殊现象 这是一种特殊的碱曲石 或者叫做这个弯曲状的棕入石 棕入石的这个沉积它是水流重力作用下的 这是好像重力不起作用的 应该有另外的力使它发生了变化 那么这个洞穴里面像这种力 只能考虑是空气的流动 附电机昭通学院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教授 对云南省的地质地貌有着深入的研究 专家进一步解释出 应该是洞穴内空气不断受到乱流影响 风向发生不规则变化 才会使向下沉积的碳酸钙 形成这种特殊的卷曲石 那么在这个几乎封闭的山洞里 又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空气的纷乱流动呢 继续往前走了一个多小时 队员们发现山体内不仅主动与支洞相互连空 而且出现了许多垂直向上连通地表的竖井 专家认为正是他们的存在导致了洞内气流方向的变化 当队员们从其中一个开口较大的竖井向上攀爬到洞口时 没想到大家已经身处于某处圆形基田中的地眼当中 而所谓的地眼就是连通地下洞穴系统的一种落水洞 傅教授分析说 四周的水流在汇集的过程当中 会将周围山体的一些泥土碎石一同携带至螺丝田所在的位置 当地百姓在这里垒田耕地 不断地将土壤和养分保存下来 而大大小小的落水洞成网格状连续分布 就形成了许多乡邻的圆圈 就是巨人的脚印 它们将土壤和养分均匀分布在山谷中 开启到天然排水灌溉作用 面对大自然的恩赐 当地百姓运用聪明智慧 围绕着地盐耕地修田 最终才有了由无数圆形组成的油菜花田 人们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 积累着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经验 也用自己的地理认知和农耕经验 在大地之上创造着壮美奇景 人们在特殊地形之上创造出螺丝田美景 就像大地之上一幅飘逸洒脱的圆形画卷 而在大自然中还存在着浑然天成 色彩斑斓的圆形图案 接下来靠察组将从罗平出发 往北行进一千三百多千米的路程 前往四川礼堂县境内的格涅山 寻找山脊之上一个被称为格涅之眼的 巨大圆形奇景 一路上队员们看到洞中浑原的黑圈 发现无数圆形组成的千碑石 如大脚印一般的椭圆形凹坑 沿途更是领略到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风起 迷人的彩色沙岭 壮阔的东川红土地 无不令人感到震撼 翻越济世磅礴的乌蒙山 领略壮观神奇的乐山大佛 穿过毛鸭大草原 翻越铁匠山鸭口 最终进入礼堂县境内的格涅山区 海拔比较高啊 往这走的时候要走慢一点 经过数小时的艰辛徒步后 一行人终于来到格涅主峰 格涅峰海拔6200多米 在四周交渣峰 克麦隆峰等八座高峰的簇拥下 俯瞰仿如一朵安静绽放的美丽雪莲 而格涅峰就是中间的花蕊 至此格涅之眼已近在咫尺 再翻过一个山坡 考察组就将到达此行的目的地 队员们深深感到 地处这样人际罕至的高山腹地 更为格涅之眼平添了一份神秘 当格涅之眼出现在队员们眼前时 所有人都感到了一种震撼心灵的力量 哇 这就是格涅之眼了 这就是格涅神山的眼睛 仰卧在格涅深山脚下 深山圣湖 他也被藏族百姓称作通往天堂的眼睛 大自然毫不吝啬地赐予它 浑然天成的圆满而神圣之美 圆形的湖泊从里往外 呈现不同颜色的圆圈层 色彩斑斓 从高空俯瞰 像极了一只仰望苍穹的眼睛 专家告诉队员们 眼前的格涅之眼 属于一种高山湖泊 也被当地人称作海子 转变这个皮尺来 测一下咱们这个格涅之眼 这个湖岸的周长 马驰 第一皮尺正点 我在这儿做一个标记 经过测量 格涅之眼周长约250米 面积约5000平方米 面积广大的格涅之眼 为何出现在这里 它又为何会呈现出 这种浑圆归整的形状呢 靠茶组走进格涅之眼 发现湖泊的土层 属于一种坟土 渗透性比较差 毛细高度比较高 所以格涅之眼湖中的水 才得以保留下来 随后 异性人又来到 紧邻格涅之眼的一个湖边 湖底的这个软土 应该是比较深的 哇 动不了 软土深一角 浅一角 专家认为 这个湖泊 与格涅之眼的成荫 是一样的 杨真凡 四川省地质矿产 勘察开发局 108地质队工程师 长期从事水文地质环境 等研究工作 通过测量水深情况和软泥厚度 考察组发现 湖中心大约30厘米深 湖底有大量淤泥 专家说 这样的条件很利于多种植物生长 果然 专家在湖中心发现了珠红色的河本科植物 而且不同深度 不同植物 不同颜色 所以形成颜色各异的圆圈层 才组成了栩栩如生 如同瞳孔一般的大地图案 通过一番深入的考察 专家对格涅之眼的声势秘密有了初步的推测 当这个广阔的山前冰水堆积平原形成的时候 格涅之眼的下方就存在一个冰核 它经过多次的洞藏作用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后来在环境温度升高的时候 冰块融化了 地面就下沉 形成了这么一个近视圆形的坑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还有一种可能是与沙土沉积有关 这个平原在形成的时候沉积了较多的沙土 沙土的渗透性会比周边坟土强很多 地下水到达此地时就会顺着沙土渗漏 同时把周边细腻的坟土带向地下深处 就逐渐形成了圆形的腹地形 格涅之眼在我们战区是非常神圣的 它周边的地质环境也是很脆弱的 我们通过之前的观察 也知道这个湖在塌岸的过程中 它的面积会逐步地扩大 但是周边的土会不断地带到湖中间来 水的深度来也会越来越浅 甚至最后会消失 所以我们也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爱护这个美丽的湖和它周边的异草营免 格涅之眼仰卧在格涅山身旁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土地 它被当地藏族人赋予如此神秘崇高的色彩 不仅因为大自然的精心雕琢 更是因为当地居民对这片山水 无限的热爱 无论是巧夺天宫的原型土楼 人类开垦种植出来的螺丝田 亦或是高山上浑然天成的格涅之眼 它们都有着极富韵律的归正形状 和令人称奇的壮美景观 通过对它们的考察 不仅可以了解极所在地区 与众不同的地理环境特征 还能发现人们对自然地理的认知和利用 对于大地居上的原型符号 千百年来人们对它充满了敬畏和崇拜 也从未停止过对它的探索